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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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身在铜锣湾的就去何鸿基 身在中环的就去墨银基 所以我是熟客来的 例外的一碗云吞面 一碟却的鱼皮 还有一碟油菜 这个组合都算是百恰不厌了 其实早在半年前 何鸿基的新铺 即是现在的华士人 云吞河的老婆何太 已经跟我说了 我们的铺位卖了 何时搬就要等业主通知 不过我们在西圣广场十多楼开了一间新店 路小姐 你有空就上去试试给我们一些意见 不过在这半年内 我一次都没有上过去光顾 有一次我又在何鸿基 谁知那天我想吃的鱼皮不好 连他们的楼面姐姐都跟我说 路小姐为何你不想去新铺 那里又大又漂亮 坐得又舒服 全货量都多些的 一定有鱼皮卖的 我总笑着回答她 好呀下次吧 好明显我的下一次到了 只不过我是不是真的会走上去吃碗鸿吞面 这个绝对是to be or not to be 的问题 总是认为 光顾何鸿记、文银记、上环新记、中环九记 这类的店铺 就是要贪它方便、贪它好吃 走过、进去15分钟 吃完、走人、搞定 如果通通都搬上商场十多二十楼的时候 我会怎样呢? 大家有没有想过 如果他们真是为了吃一碗面 一碗粥、一碗牛腩粉 真是要花五分钟等车上去 再花五分钟等车下来 那种时间成本 计算下去的时候 你的食欲会不会因此而降低呢? 我肯定自己会 我肯定自己会 我肯定自己会